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美关系出现转环 有学者认为 克里访华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大氛围 作用有限 更多的是重建对话渠道 美国急于推动高官访华 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地改善双边关系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16号开始访华行程 计划在中国停留4天 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进行会谈 这是克里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身份 第三次访华 中方强调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 中美曾经在气候变化领域有过良好合作 希望美方相向而行 为气候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废围 双方如何能够在一些具体的一些环境保护 一些治理的领域能够有一些更务实的合作 从而通过以小合作来带领大合作的这种方式 释放更多的积极的释放效应 应该说双方还是有一些具体的合作点 但是总体来说克里访华这一次主要的功能在于 重建双方关于气候问题的谈判和对话的轨道 克里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长耶伦之后 近期第三位访华的美国高级官员 美国还在推动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华 学者认为美国急于推动高官访华 一方面是拜登本身坚持的重新回归外交的理念 另一方面是美国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了最新的研判 认为在台海南海等一系列方向 双方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拜登认为需要通过对话建立起避免双变摩擦升级失控的机制 全面的冲突对拜登而言是代价巨大 而且他难以承受的 所以说这一定程度上是他的一种止损的一种方式 是他希望能够通过重建对话 来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的体现 但是首先我们还是要看到的是 拜登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 其实本质上来讲 他还是为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 希望提供更多的筹码 所以他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 真正认同中美关系稳定重要性 而是在于他在下一阶段对华出招之前 他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的环境 学者认为中方的立场很明确 不排斥对话接触 但是更关注的是美国的行动 是否能够把对话 落实到改善双边关系的实际行动上 需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 对话才能够长期持续 凤凰卫视 霍维伟 徐一轩 北京报道 二十国财长会 16号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举行 美国财长耶伦出席记者会并发表演讲 耶伦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困境表示担忧 他呼吁去各国帮助低收入国家来应对债务问题 Restoring debt sustainability can help unlock the massive economic potential of developing nations it can help them regain los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enable them to make investments to address challenges that we're trying to tackle together when these countries develop and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economy all of us benefit 叶伦还表示 此前他对中国的访问 帮助美中关系建立更加坚实的基础 他指出美中两个主要经济体 有义务在共同关心的全球领域加强合作 包括解决低收入国家债务重组问题 叶伦还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低收入国家 提供免息贷款方面 必须要建立更加健全的财政基础 对此美国财政部打算协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包括考虑动用内部资金资源 再来关注美国大选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5号 在演讲的时候批评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诚实的总统 而特朗普的党内竞争对手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当天就宣称如果当选 将会带美国走出衰落 迎来新的开始 美国前总统 接逐2024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提名的特朗普 15号在佛罗里达州 出席非营利组织转折点的活动 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 在演讲中 特朗普加大对老对手拜登的抨击力度 强调文件门事件中 海湖庄园被联邦调查局搜查 以及自己被司法雇控以多项重罪 是拜登政府出于干涉选举 做出的决定 他还将拜登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不诚实的总统 这是在历史上最不诚实的总统 我并不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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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犯罪的 犯罪的 犯罪的 他在弃破了我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让它改变 另一方面 特朗普的党内竞争对手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同一天在田纳西州 共和党政治家晚宴上发表演讲 承诺当选总统后 将带领美国走出衰落 迎来新生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 公布的数据显示 拜登的竞选团队 在第二季度 筹集到了约2000万美元 低于特朗普团队的 2200多万美元 不过按照拜登团队 早前的说法 加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和联合筹款委员会的 账上资金 拜登在第二季度 共筹集到了7700万美元 遥遥领先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 所有对手 凤凰文士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接受 国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 俄军目前没有使用 极数弹药的必要 但是会保留采取对等行动的权利 普京并表示 美国曾经将使用极数弹药 称为犯罪 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 普京在16号播放的访问中表示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 原因是出现了弹药短缺问题 乌军的部队每天在战斗中 要消耗5000到6000枚炮弹 但美国的每月产量只有1.5万枚 所以他们没有比向乌提供 极数弹药更好的选项 普京指 俄方有充足的各类极数弹药储备 只是俄方尚未需要使用到极数弹药 不过一旦俄军遭到敌方使用极数弹药 俄方保留采取对等行动的权利 纽约时报15号披露 乌克兰军队在反攻初期 由于装备的损失率达到两成 被迫改变了战场战术以保存实力 而另一方面 美国富豪马斯克15号就发文 抨击美国政府向乌军提供 极数弹药的决定 虚伪 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和欧洲官员的消息指 在6月初发起反攻后的前两周 乌克兰军队运往前线的武器中 有20%被损坏或摧毁 当中不乏西方援助的先进坦克和步兵战车 受访西方官员形容这一损失率令人震惊 同时也指出 在接下来的几周 乌军装备损失率下降到约10% 为其宣称的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进攻 保存了实力 报道指出 乌军损失的减少源于两大因素 一是及时改变战术 更注重用火炮和远程导弹 扣垮俄罗斯军队 而非冲入敌方雷区开火 二是由于俄军准备充分 前线布满了地雷 坦克陷阱和挖好壕沟的部队 乌克兰反攻的步伐本身也在放缓 在部分地区甚至陷入停滞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周也承认 反攻行动曾短暂暂停 他将这归咎于武器弹药的缺乏 并呼吁西方国家加快原重速度 美方官员在报道中证实了 乌军反攻曾停滞 并表示乌克兰人已经重新开始行动 但更加谨慎 更擅长穿越雷区 也更加注重伤亡风险 他们还说 随着美国原污急速弹药运抵战场 反攻速度可能会加快 另一方面 美国富豪特斯拉和推特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15号发文抨击美国政府 一边谴责急速弹药的使用 一边向乌克兰运送这一武器 称华盛顿方面立场虚伪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凤凰卫视特派乌克兰记者陈颖 在哈尔科夫采访到一位国民警卫队的中卫 这位中卫表示 他们这代人需要保卫他们的国家 并认为乌克兰需要更多北约的武器援助 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 防空警报响起 现场的民众都十分镇定地 继续做各自的事情 在哈尔科夫街头 我们遇到了一位自去年起 志愿服役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中卫 参军前 他从事律师职业 并在哈尔科夫地区政府部门工作 在他了解到我们是中国媒体之后 欣然接受了采访 根据乌克兰动员训练和动员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年龄在18岁至60岁的男性 如果是正在任职公共或私营部门的员工 或抚养三个及以上未成年人 或者是单亲家庭 或者身患残疾等诸多原因 可豁免参军 有理说 他符合豁免服役的条件 但他主动要求参军 不是因为愤怒 他认为他们这代人必须担负其保卫国家的责任 有理说到这里的时候 防空警报响了起来 但所有人都依然按部就班地继续自己的事情 it was my adult decision and my position to go and defend with my brothers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that are serving so it's okay so it's the air alert yeah that's starting right now so shall we go somewhere no, I think it's not so dangerous I think it's some kind of mental habit here in the Karkiv regions that nobody if you look around nobody scares it because it's more than one year we hear it 尤利表示 绝大多数乌克兰民众都没有预料到 去年2月24日战争会爆发 同时尤利表示 乌克兰需要更多军备援助 他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是北约的职责 计判 大家要超越军 美国的军事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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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军事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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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有理说 他几年前去过香港 印象很美好 很希望未来能再次前往中国 凤凰卫视陈莹 发自乌克兰哈尔科夫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 援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和欧洲情预表组织的民调报道 部分欧盟北约国家民众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抱有严重的怀疑态度 27个欧盟国家当中 有6国过半民意 反对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部分欧盟和北约国家民众 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抱有严重怀疑态度 只有11%的匈牙利受访者 28%的希腊受访者 和38%的意大利受访者表示 对泽连斯基能在国际事务中 做出正确决定持有信心 而在欧洲情预表组织 6月对26000多名欧盟公民 访谈后的民调显示 总体而言 欧盟民众认可欧盟为乌克兰 提供人道主义支持 但在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上 意见不一 64%的受访者持支持态度 其中瑞典丹麦过半民意 支持援武 但奥地利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希腊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6国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反对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上述6国加上捷克 共7国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态度 接近持平或较为反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东方航空16号上午 在上海正式接收 第二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 东航表示 新一架C919客机到来 将会加速C919大型客机 商业化运营的速度 上午10点06分 飞机直飞MU2999调机航班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随后降落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正式入列东航机队 这是东航首批采购 五架C919客机中的第二架 客舱布局与手架机保持一致 在14日 中国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已经向东航办发了 第二架C919飞机的 国际登机证 试航证 和无线电台许可证 至此该飞机已具备商业运营资质 第二架C919将以首架机搭档 首先投入上海虹桥 至成都天府空中快线 据东航数据显示 截至7月12日 首架C919共执行 87班次商业航班 其中金户航班2班 货荣航班85班 平均客座率近80% 累计服务旅客11,095人次 凤凰卫视黄达亮 蒋章言上海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 16号起发放2023年的 新一期电子消费券 香港永久性居民 及新来港人士 可以获派2000港元 通过不同入境计划 来港居住或升学的人士 可以获得1000港元 有市民表示 会将消费券用在膳食 还有交通等日常开支 开心啊 我来喝茶 买衣服啊 买中意的 或者买部手机啊 因为我有做智能 买点鸡胸 等麦粉 始终经济也不是太好 我听很多人说 都是帮帮我吃饭就算了 多谢政府 第二期消费券 于16号的凌晨 陆续派发至市民 早前已经登记的支付工具上 此外也有不少市民 到港铁的补贴领取站 或者街边的便利店 领取消费券 同时为了本地餐饮街 为了配合新一期消费券的派发 再次举办庆回归优惠活动 其中有餐厅将指定食物优惠 延展至全日堂食菜单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这次发放消费券将会为零售和餐饮市道 注入额外的大约130亿港元的消费力 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 以及奎冲的一个货舱 减货市值超过8400万港元的冰毒 并且拘捕了三名涉案男子 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的空运货运站 检验一批从加拿大到港 报称载有压缩机和空运货物 海关人员在两个压缩机内 发现一共约82公斤的冰毒 估计市值大约是5800万港元 跟进调查后 海关人员搜查一个位于奎冲的货舱 检获一批同样报称载有压缩机的货物 经检查后 在一个压缩机内 检获大约37公斤的冰毒 估计市值大约2600万港元 海关一共居饼 拘捕了三名涉案男子 案件仍在调查中被捕男子宪政 报事后查 热带细选泰利来袭 香港天文台16号维持3号强风信号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 可能会在午夜或17号上午 转为8号裂风或暴风信号 香港风势预计在17号上午会逐渐增强 天文台呼吁市民做好应对措施 并且停止水上活动 预计泰利将会移至广东西部到海南岛一带 香港天文台在16号凌晨改发3号强风信号 天文台将根据情况在午夜 或者7月17号上午考虑改发8号裂风 或暴风信号 根据天文台监测 强烈热带风暴泰利 集结在香港的东南侧偏南 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 大致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 并逐渐增强 香港部分学校16号停课另外有多个景点和公共服务受到影响 天文台认为按照目前预测的路径 泰利会在17号上午最接近香港 并且在香港以南约300公里内略过 香港的风势预计会在17号上午逐渐增强 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会是吹清净至强风程度的东北风 今晚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裂风 可以有大浪和涌浪 大致多云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稍后骤雨是会较为频密的 天文台指受泰利带来的风暴潮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 沿岸低洼地区17号上午可能出现水淹的情况 呼吁市民尽早完成防风防水净措施 并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凤凰卫视张佑人香港报道 韩国中部地区连日暴雨引发严重的灾情 截至16号雨灾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5人 另外有至少10人失踪 其中中青北道一处地下行车隧道被洪水淹没 多辆汽车被困已经确认9人死亡 韩国总统尹熙悦指示动员一切力量全力救灾 中国驻韩大使馆表示 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韩国雨灾当中伤亡的消息 在韩国中青北道青州市 一条几百米长的地下行车隧道 被附近因暴雨而决堤的江水迅速灌满 隧道中有至少十几辆车被困 其中包括一辆公交车 当地媒体报道 应急部门在16号上午表示 但在公交车内就发现了多名遇难者 遗体已经送往医院等待确认身份 当局派出近三百人和四艘橡皮艇前往现场救援 约30名潜水员分为两组轮番在水下搜索 并使用水泵试图抽干隧道积水 受到泥土的影响 搜索失踪人员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而直到抽水工作进行到凌晨4点半左右 救援人员才刚刚看到泡在水中的巴士 随着抽水工作持续进行 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多 公交车已经露出了绝大部分车体 救援人员也随之发现了更多遇难者 他们将遗体搬上救援床 在现场进行初步的验尸工作 公交车则在完成清理工作后 被拖出隧道 以方便后续的排水及搜救工作 稍早前一名获救的公交车乘客指 洪水突如其来 水位上升得非常快 根本来不及逃生 而在庆上北到西北部的李全郡 暴雨导致山体滑坡 泥土冲入了多栋房屋内 截至16号上午已经造成十多人死亡 超过2万人被疏散 当局仍在寻找多名失踪者 报道指韩国这次雨灾 主要受灾地区在中青道 庆上北道等中部地区 连续4天的强降雨导致中青北到淮山水库的水位超紧 并发生异流 中州市6个区合共6400多名居民被紧急疏散 铁路交通也受到暴雨影响 阴山体滑坡 轨道进水 沿途落实威胁等安全因素影响 多条铁路线停运或出现大面积延误 航空交通方面 15号也有至少20个航班被取消 而韩国气象部门表示 暴雨预警依然生效 预计中青道等地到17号 累计雨量可达大到暴雨 损失规模及人员伤亡和失踪数字 恐将进一步增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 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 我们将会持续关注报道 敬请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